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战国导游月翔兵长 欢迎来到月翔的战国前渡旅行 讲到日本战国时代最喜欢柏来品的人 大概就是知田信长吧 但是日本第一个耶诞节的头乡 竟然被其他人抢走了 日本第一个圣诞弥撒 第一个圣诞party 第一个点灯活动 第一杯热可可饮料 知田信长竟然只拿到其中一样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 日本战国时代的圣诞节吧 要谈日本战国时代的圣诞节之前 先让我们看看基督教是如何传出日本的吧 在西元1547年 也就是知田信长14岁那一年 来自西班牙的耶稣会传教士沙悟略 他在印度的果阿 碰到了来自路尔岛的日本人弥赐郎 沙悟略跟弥赐郎一见如故 沙悟略决定要去弥赐郎的故乡 也就是日本传教 经过两年之后 沙悟略跟弥赐郎一起抵达了路尔岛 虽然路尔岛的领主岛经家 一开始原本允许沙悟略传教 但是因为耶稣会的天主教教义 跟当地的佛教产生了冲突 最后沙悟略决定离开路尔岛 去寻求日本天皇还有幕府将军的同意 一路上沙悟略经过了长旗 山口戒最后抵达了京都 沙悟略千里迢迢却没有办法夜见天皇跟将军 原因之一竟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带上足够的伴手礼 不过当时京都处于混乱的状态 天皇跟幕府将军的控制力都不高 沙悟略决定回到相对比较繁荣的山口地区去传教 山口当时被称为是西之经 在大内加全盛时期的时候非常繁荣 沙悟略在京都得到教训之后 这一次他盛装打扮 还戴上了时钟、望远镜、玻璃壶 日本第一副眼镜等礼物给大内一龙 从原本的传教士 沙悟略这下又增加了业务员的技能 虽然沙悟略上次经过山口的时候 曾经说南色违反了神的教诲 这件事让喜好南色的大内一龙非常火大 不过这一次沙悟略带上了礼物 也不再针对南色的习惯来啰嗦些什么 大内一龙这一次终于点头 让沙悟略能够在大内加的领地之内传教 隔年1552年 沙悟略在山口的教堂举办了圣诞节的弥撒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关于圣诞节弥撒的记录 这个时候知田信长还在伟章的内战期 他跟圣诞节压根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很遗憾 日本第一个圣诞弥撒这个成就 被大内一龙给拿下了 盈归正传 因为沙悟略跟其他传教士的努力 天主教在长崎山口戒 作为传播点传播开来 这三个地方正好都是贸易为主的商业都市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发现 天主教在战国时代的传播跟贸易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讲到圣诞节应该很多人跟兵长一样 以为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日吧 但其实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实际提到耶稣的生日 圣诞节这是用天使加百列告知圣母玛利亚那一天来开始推算 而且很有可能圣诞节是结合了古罗马时代的冬至 所以才会定12月25日为圣诞节 冬至是一年当中夜晚最长的一天 所以也被视为是太阳的重生之日 所以在很多地方冬至甚至比新年还重要 言归正传 沙悟略成功得到大内一龙的传教许可之后 天主教在山口还有长崎当作据典开始传播 影响到大有中灵、有马情信这一类的天主教大名 而且因为借的商人开始信奉天主教 并且引进了铁炮等西洋的商品 导致天主教在禁忌地方开始传播开来 根据耶稣会另一名传教士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路易斯佛洛伊斯的记录 松永九秀跟三好三人众 曾经在戒展开战斗 结果打一打突然碰到平安夜 因为两军里面都有信天主教的人 所以最后两军决定停战 让信徒能够参加弥撒 传说两军共计70多人参加弥撒 他们还各自带料理去参加 这也许是日本第一个民间发动的圣诞节停战兼开趴活动 可能因为讲到松永九秀大家都会想到知田信长 加上三好三人众的知名度实在不太高 所以有一些中文网站或是日文网站 就将错就错的写成了松永九秀跟知田军过圣诞节 但是这个圣诞party按照推算来看 应该是发生在西元1566年 这时候知田信长还忙着攻打美农 就算松永九秀真的邀请知田信长一起参加圣诞party 知田信长大概也没办法参加吧 所以从记录上来看 日本第一个圣诞party的成就 又被松永九秀给抢走了 两度落于人后的知田信长 接下来决定弯道超车 在两年之后 知田信长永历了逐利一招上落 知田信长掌握基内的主导权之后 他允许天主教在岭内传教 反观山口还有九州这时候陷入了战乱 所以日本天主教的传教中心转移到了京都 在本能事之变发生的前一年 西元1581年 知田信长的安徒城举办了第一届日本点灯活动 知田信长命人在安徒城的天守阁 还有城内各处挂满的灯笼 并且命旗下的武士手持火把排列在街道上 壮观的点灯仪式倒映在琵琶湖上面 吸引许多人来参观 但是根据记录安徒城的点灯仪式是在7月举办 而非是12月的圣诞节 但是据说点灯仪式最早来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 而且后来大部分的点灯仪式通常都跟圣诞节有关系 所以知田信长的点灯活动 可能多少跟欧洲的圣诞节有关吧 毕竟第一个圣诞弥撒 第一个圣诞party都被其他人给抢走了 第一个点灯活动终于被知田信长给拿下了 而且知田信长允许天主教传教 这对于日本的影响很大 许多重要的大名武将开始接触到天主教 例如黑田官兵卫 他也曾经信仰天主教 前田立家的女儿豪姬 明治光秀的女儿西川加罗瑟 就连东北大名伊达正宗的妻子艾姬 还有一达正宗的女儿五郎八姬也曾经信奉天主教 虽然说天主教的传播在知田信长的时代达到最高峰 但是随着知田信长消逝于本能寺之变 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也开始走下坡 搞到后来日本也开始进过阳节了 圣诞节最佳饮品热可可 竟然得出国才喝得到 在本能寺之变的五年后 丰臣秀吉开始禁教 丰臣秀吉他以葡萄牙商人贩卖奴隶为理由 颁布的半天莲追放令 所谓的半天莲是葡萄牙语神父的意思 不过封臣秀吉他虽然想要限制天主教传教 但是他不想放弃庞大的贸易利益 所以原则上还是默许百姓能够信仰天主教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西班牙籍传员放话呛声 说西班牙要派遣传教士跟军队向海外扩张领地 这件事情就引起封臣秀吉 还有日后德川家康的高度警戒了 日本的天主教大名开始察觉风向变了 有人决定弃教 有人为了信仰离开日本 也有人觉得富贵显中求 例如人称独眼龙的伊达正宗 伊达正宗他跟中美洲的新西班牙总督辖区交好 伊达正宗在战国时代最后一战 大阪之战的两年前 派出了旗下的家臣知昌常常 横渡太平洋抵达西班牙统治的墨西哥一带 然后在搭船前往罗马 觐见罗马教中 知昌常常常还得到了罗马的公民权 传说知昌常常常他在墨西哥的时候喝了热可可 拿下日本第一个喝热可可成就的奖杯 可惜知昌常常回到日本的时候 德川家康已经全面禁教 有志男生的知昌常常两年之后失忆而死 江户时代跟欧洲的连接 从原本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 改成了信奉新教的荷兰 江户幕府为了禁教 还发展出踏会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 江户幕府命令人民踩踏十字架 或者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圣人会像 人民不但不能过阳节 还得被迫拆除或者是侮辱宗教跟历史的记忆 这种行为简直跟强拆国商之助 或者是民族女神像的做法如出一策 不过江户时代的圣诞节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留下相关仪式 那就是在长期初岛的荷兰商人 他们以荷兰冬至的名义来庆祝圣诞 根据记载 初岛的荷兰商人在荷兰冬至的时候 会准备烤鸡、葡萄酒等食物 邀请管理初岛的日本官员一起参加 在九州、长期也有所谓的潜伏基督教徒 他们默默维持信仰 在2018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毕竟历史跟文化 可能暂时会被掩盖 但是无法被永远抹灭 月翔的战国潜都旅行 我们下周再见咯